接着旧金山开APEC 这个实施性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的机会 中美首老终于见面了 那见面之后呢 在送别的时候 拜登特意向习主席赞美了一下 夸奖了一下我们的红旗汽车 红旗车的这一款叫N701 N701的这个外形确实是很大方 非常的这个有帝王像 当然习主席也大方的让工作人员打开后门 让拜登总统看了一下这个后座 看了一看车内 这个车里面其实也应该说是一个 没有特别出彩的地方的 当然没有见识过的人看一看 还是觉得这个值得一看望一眼 看看后座有什么 其实也没什么 所以这个拜总统在这个看完之后呢 打趣的跟习主席介绍自己的座驾 就是叫野兽 Beast的凯迪拉克 两车放在一起的这个照片呢 也让华春莹给放到网上 一对比之下呢 确实N701是要显得方正一些 也显得大气多了 加上中国的红旗的话 应该说是配上国旗啊 那确实是威武招展啊 所以也期待着N701呢 能够在全球更多的地方出现 让全世界的政要啊 显富都会采用中国的红旗 N701作为自己的座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